美國國務卿克里星期六在約旦會晤了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 切發援解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緊張關係 克里與阿巴斯在會談開始時對援解緊張局勢表示樂觀 克里後來還與約旦國王阿卜杜拉舉行了會談 約旦是位於東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監管人 阿克薩清真寺是最近爾巴暴力衝突的焦點 兩天前克里在柏林會晤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克里隨後表示會晤使他感覺到一種謹慎的樂觀 相信可以採取步驟緩和緊張局勢 在過去幾個星期內至少有10名以色列人和將近50名巴勒斯坦人 在不斷惡化的動亂中喪生 以色列星期五取消了對前往阿克薩清真寺討告的穆斯林年齡限制 看起來是為了緩和緊張局勢 這是以色列過去幾個星期以來首次取消限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